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喵蛙城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繼續進行ROBLOX教室 Part 8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來解釋一下什麼是GUI 大家如果去Google的話,會發現它叫圖形使用者介面 那簡單來說就是呢,玩家所看到的畫面上會有一塊平面 那上面可能會有文字或圖形或甚至是按鈕 那我們要創造的方法也很簡單 首先在Explorer Starter GUI按加,選擇第一個Screen GUI 那Screen GUI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名字 接著我們再按加選擇Frame 這個Frame就是大家左上角可以看到的這一塊 這個白白的 我們可以移動一下這個位置 大家在工具箱這邊 可以找到 Plugins插件 然後有一個 在用GUI的時候蠻好用的 叫Auto Scale Light 那這邊喵蛙城是已經裝好了 大家可以眼睛去裝一下 那這個為什麼好用? 喵蛙城會在下一集再來說明 那這一集 只是先教大家做出一個自己的GUI 再來在Frame的下面 我們可以選擇 那這邊我們先選擇 Text Level 在下面 可以輸入文字 把Text Scale打勾 就是文字最大化 那Text Color是改變顏色 再來我們選擇另外一個 Image Level 就是放圖片了 在Image這邊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圖片貼上 這樣我們就完成我們的GUI囉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